我宣誓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 履行法定职责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克敬职守 连接奉公 接受人民监督 为建设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努力奋斗 宣誓人 习近平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 我是公子沈 谁说习近平没有幽默感 当他说自己维护宪法 接受人民监督 接受人民监督的时候 我想很多人会会心一笑 其实他怎么说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拥有最终解释权 就是他可以解释他做的一切都是符合宪法的 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而且他接受人民的监督 怎么接受的 他可以说我们有人大代表制度 但是当你质疑人大代表的时候 他会说 我们这个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但是投票率是多少 他不告诉你 然后你继续的在质疑的话 那你就是妄议中央了 你在否定我们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就是试图颠覆国家政权 你就触犯了宪法了 总之他总是有话说 总是能够自圆取说 而且共产党把这个人民放在嘴边 不停在说人民 这个人民是那些拥护共产党的人 才叫人民 但是所有的质疑共产党 否定共产党的人 那都不叫人民了 按照他们的话说是 他们接受人民的监督 但是你不属于人民 所以你没有资格监督我 因为共产党的理念就是阶级斗争 对吧 他就是要把不同的人民 划分不同的阶级 就是你是资产阶级 那你就不是无产阶级人民 那你就没有参政一政的资格 但是这个衡量是不是资产阶级 还是无产阶级 不是按钱来算 以前是你有钱 你有地产 你有房产 这属于资产阶级 对吧 但现在不按钱算了 因为共产党也要赚钱了 对吧 标准就变模糊了 就不是说你有钱 就一定是资产阶级 你有钱 但是你贡献给共产党 你加入到共产党 那你也是人民 当然他现在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这些词也很少提了 但是这个本质没有改变 仍然是这种积极划分 仍然是以 是否维护共产党 作为一个衡量标准 所以他说了很多 花言巧语 这个宪法里边 列了很多的人民的权力 任何人去质疑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说 你不属于人民 你不属于 拥有这个权力的 当这部分人 作为一个反国民分子 敌对分子 台独分子 受境外势力指使的 汉奸做过卖国贼 你有什么权力 要求宪法保护你 所以这产生了一个悖论 所有被宪法保护的人 他们都是支持共产党的 所以不会治愈共产党 即使他们的权力被剥夺了 然后那些去治愈共产党的人 觉得说 为什么我权力被剥夺了 然后他们就会把你踢出去 你是捣乱分子 你是违法分子 你不属于宪法保护的人群之一 所以拥有这样的一个体制的国家 它不可能继续的融入全球 不可能跟欧美自由阵营 继续的和谐共存 而更何况共产党 它又不是一个小的国家 如果小的国家还好 就是如果有些支持着你的国家 那么你可能 别人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也不会去针对你 有很多独裁国家 他们不构成对美国的直接挑战 所以说也就无所谓了 他们可以长期的由独裁者来统治 而今天的中国又不是一个小国家 它又有足够的体量 足够的影响力 要挑战美国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当然会被美国当做直接的对手 所以说过去改革开放那个牌 已经打不下去了 最近这两天 习近平又跑到上海去 说要建设国际经济中心 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航运中心 和科技创新中心 说加快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这是他访美回来之后 去上海 这是非常符合情理的 对吧 访美就是稳住西方 继续要改革开放 然后上海又是一个 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 对吧 但是我们真的不清楚他内心深处是否真的意识到了 你所说的要把上海打造成这样的国际中心 和你现在整个国家的体制 以及中美新冷战的大格局 是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说他说了这大堆非常好听的话 我都懒得重复 长篇大论 都是一些有的没的 很虚的官话 但实实在在的如何去做到 你不得有一个充分的条件和土壤吗 你非要说我这个花 要种的多么美 多么美 怎么美法 说了半天 没有用 你没有营养 或者没有阳光 这花没可能长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我们看到习近平到了上海 讲了这么多的话 但你要明白 他做不到的 要不然他还没搞明白 他的做法 跟他实际想要的东西 或者说出来的东西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要不然他就是知道 但是故意这么说 故意还是要营造出 改革开放的这种气息 虽然他这里边 连改革开放的四个字 连提都不再提了 反而强调社会主义 所以可以看到 他应该也意识到了 过去那条路线 已经走不通了 也不会再走了 所以只能换一个另外一个途径 这另外一个途径 就是内循环 就是闭关锁国 就是跟西方硬碰硬 其实习近平 现在已经有点焦头烂额了 有一个网络大位 他说他回山东老家 被震惊到了 第一 山东某县级市 人口51万人 地方负债500多亿 人均负债10万多元 如今交警发工资 都不及时了 二 林县是全国百强县 地方负债1400多亿元 公职人员刷 个人信用贷 给财政 发工资还不及时 再这么下去 别成希腊 千万别再笑话别国了 他回到山东老家 感受到的 从这可以侧面反映出 中国地方财政的危机 政府复不入出 必须要不断的支撑 下面的体制 能够稳定 那么他就只能 从上到下 不断的割韭菜 因为他割韭菜 所以他的钱不够 钱不够 他不能随便料化 对吧 而现在中国经济 过度依赖于房地产 而房地产的债务危机 随时可能会爆发 导致中国不得不 让这些房地产企业 去停止接贷 这种情况下 就导致房地产行业爆雷 再加上中国失业率 越来越严重 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还有GDP的增长率 不断下降 再加上刚才我讲到了 中国对房地产行业的限制 因为怕引发金融危机 就导致中国的房地产 已经摇摇欲坠 最近在网络上面 有篇文章 讲到深圳的房价 说保安区中心地带的商品房价 已经从人民币的420万 到430万 跌到了185万 暴跌超过55% 其他地区的跌幅 也在40%上下 这篇文章举例 深圳的不同区域的 不同社区 都是在不断暴跌 上至几千万的豪宅 暴跌将近一半 普通的商品房 300多万的 也暴跌到200多万 说不同区域的房价 都出现较大跌幅 普遍有三分之一到五成左右 但是很可惜 这篇文章 现在在网上很难找到了 全网封杀 但是还是有一些 房地产的从业者 不断在释出这样的消息 比方说有人就分析 深圳全面崩盘 完全是不分地段内外 有的跌幅 超过50%了 高达68% 比如说罗湖的某个板块 从历史最高价 每平米15.2万 跌到了现在的 23年11月的4.9万 有一个人 长期在微博上面 发布一些房地产 还有一些经济数据的分析 这个人最近在11月份的时候 也被封号了 理由是什么 是他长期在境内外平台散布 涉经济和金融有害言论 引发大量负面有害根评 违反法律法规 现已无法查看 什么叫经济金融有害言论 说白了就是 你给出的数据 导致大家认为 这是一个负面的消息 就是这样的 但是问题是 这个数据本身 你不想去真是假 你只是说 这个数据 引发了人们 负面的观感 所以这就属于有害信息 但问题是 到底这个数据 是真的是假的 当然对共产党的政府来讲 真假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让大家觉得 经济不好 房地产 房业不好 或者是中国政策不好 那么就必须要封杀 哪怕你说的是实话 是真话 你引用的数据 是真实数据 这不就是掩耳盗铃 自欺欺人吗 通过堵上别人的嘴 禁止别人去讨论 现实发生的事情 来掩人耳目 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 官方媒体的 或者是那些 五毛粉红的宣传 来给大家带节奏 带风向 导致很多人真的相信 我们经济越来越好 那当然 经济越好 什么结果呢 我买房 我把这个 全家的积蓄来买房 因为我觉得房价会涨 因为我觉得 中国经济会好 因为我觉得 未来甚至还能 超英赶美了 大家有这种 错误的认知 那就只能去当这韭菜 然后就被割 这些说真话的人的作用 包括我们这样的节目 就是告诉大家真相 以免大家去上当受骗 那很多人觉得很不爽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怎么能黑中国呢 OK 你可以不听 你可以相信中国 你可以看好中国 然后你用实际行动 去支持 没问题 反正最后损失的不是我 是相信共产党宣传的人 是这些人 最后被当韭菜割掉 比如说在广州 有人就给当地的增城区的区委书记发信 说愿意承担全额的违约金 要求退房 他讲到2021年曾经买了房子 结果因为自己失业了 所以说希望能够退房 但是开发商不允许 怎么办呢 他就给区委书记发信 说愿意承担房价的20%的违约金 那就是30万 说让领导能帮我协商协调 就是这些人 我真的觉得他们不是蠢吧 就是天真到一定的程度了 就是你被当做韭菜割了 你会跟那家片犯说 能不能别再割我了 怎么可能呢 你已经上了贼船了好吗 而且你找的这个人是当地的政府 政府会站在你这边吗 凭什么这政府要帮你去协商 区委书记那么忙 对吧 偏偏的跟这些开发商吃饭喝酒 怎么可能这个书记会站在你的这边 不站在开发商这边 而且站在你这边了 那是不是还有很多人都答应 都要求区委书记帮他们忙 对吧 都要退房 那这区委书记别干了 你不能既要又要 对吧 要不然你真的是说 我实在坚持不了了 那我就只能违约 申请破产 然后变成老赖 或者是怎么样 那至少这样不用还钱了 对吧 但你要承担 你不可能说 我做错了一些事情 然后我不想承担后果 然后让一个别人替我承担 而对方呢 对对方没有任何好处 而且对方跟你的仇家关系更好 对吧 之前到底怎么想呢 我就很奇怪了 对吧 当然如果说在一个民主国家 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找当地的议员 或者是当地的政府 没准还能够协调一下 或者找法院 对吧 通过法院的形式 看到你太可怜了 法官可能还有点自主裁决权 但是在中国 要不然违约 要不然应酬比把这个钱还掉 所以看到天真的中国人 给当地政府去写信 向他的区委书记帮他跟开发商去协调 这种想法就是天真到极点了 就真的他从小是不是就光顾了图书了 看着整天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真的相信了 或者看着习近平的宣誓人民监督 尊重宪法 真的以为这些人做的事情 跟他说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再强调 一个人的命运 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有没有视野和格局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千万不能死读书 不能求高分 也不能够被困在这个一言堂 这样的一个信息解放当中 最后变成任人宰割的韭菜和炮灰 然后他自己还不知道 白人卖了还替人数钱 所以过去新闻上 舆论上面所宣传的 中国要超过美国 哪年哪年就要超过美国 这种说法 现在可以基本上 盖棺定论了 没戏 已经完全破产 中国不仅不会超过美国 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它的人均GDP 甚至跟美国的距离 越拉越远 路透社在三个月前 发了一篇文章 说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2023年 美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 要超过中国 这绝对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 很多的预测都是说 以目前中国的 两位数字增长 或者是5% 6% 7% 8%的速度增长 美国又是1% 2% 3% 那么这样的话 有这么一个速度差 最后经过多少年 中国能够超过美国 所有人都这么预测 但实际上 他们没有想到 预测的前提就错了 中国怎么可能 持续长期的 有这么高速的发展 真的以为像林毅夫说的 双位数的增长 能持续20年 早就成为笑话了 好不好 全球的这些经济学家 智库 这些人全都错了 为什么 他们假设本身就错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像中国这样的一个 巨大体量的 飞速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体 怎么可能它的增长率 比美国还低 或者是跟美国持平 他们根本没想到这一点 OK 所以他们所有预测 全部错误 再看人均GDP 就更不要说了 我们在世界银行的网站上 可以查到 如果算过去10年的GDP增长 到2022年吧 美国和中国的人均GDP的差距 明显在不断拉大 至少是从2020年开始 就不断拉大了 就变成了三轮车 追骑车 越追越远了 这里边 我还没有说到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制裁 导致中国的这种产业升级 或者是先进芯片拿不到 这些我还没说 OK 这只是讲人均GDP 你说中国人 真的能过上 美国人的美食生活吗 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 我们都看不到了 如果像王石 或者像那些人预测的 说中国未来会陷入到 几十年的衰退 或者是困顿期 这都算好的 这都是谢天谢地 我想可能连这种情况都达不到 毕竟它这个体制本身 是没有一个稳定性的 它不是人民选出的 一个民主机制 所以说当经济不行的时候 在政治上 社会上都会产生巨大的动摇 或混乱 所以说这已经不是 钱少的问题了 没有希望的问题了 而是未来还会有巨大的人道灾难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 也欢迎加入会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